今天也就是2016年的7月1日 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5周年华旦 9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 建立了新中国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那么今天上午10点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 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们也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 所以欢迎您锁定 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那么今天在演播室 和我们一同来关注庆祝大会的 还有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 西明先生 你好 西教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那么今天是党的生日 所以我们首先要祝党生日快乐 也欢迎您到我们演播室 来参与这方面的话题 那么可以说95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历程中 有很多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 如果让您来划分一个脉络的话 这95年的光辉历程 您怎么来分段呢 中国共产党95年这个发展脉络 我们可以用中国共产党95年来 所干的三件大事情来给它进行划分 应该说95年来 三件大事 中国共产党干了三件大事 革命 建设 改革 这三件大事呢 形成了三个大的阶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救国立国新国 第一个阶段是那个从那个1921年到1949年 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我说那个革命战争 那个推翻了我们称之为叫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 宏建主义 资本主义 然后赢得了民族独立 建设了人民共和国 人民当家做主 这是一个我说那个我们叫那个建国 通过救国实现的建国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了 49年到1977年 这段时间又是一个第二个28年 那么这个28年 这个国家建立起来 但是你能不能立得住 你革命可以建国 但要向立国 不仅要革命 还要搞建设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我们那个基层经历搞建设 我们呢初步形成了 那个构建了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 基本框架 然后在这个基本制度框架下 我们就搞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建设 比如我们不仅焊设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而且我们呢 还那个形成了多立与完整的社会主义公业体系 就是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我们给立起来了 同时我们当年 和我们还那个全国人民 集中同心同德 我们勒金裤腰带 我们搞脸蛋一心 为什么呢 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防 我们国家也立了起来了 所以就像我们习近平总统记所说的 我们这前两个阶段 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呢 解决了挨打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会被外国人打了 不会被外国人欺负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还把马克思主义 和我们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呢 形成了我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辉越 就是我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这是我们所说的两个阶段 到了第三个阶段 在那个近了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末 应该说那个 整个国际大环境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同志当年 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叫和平发展是整个国际的大主题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中国共产党又开展了改革开放 可以说改革开放呢 是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国的阶段 我们这国家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这国家还要发展 发展壮大 那么如何发展壮大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 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的潮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也看到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的成就很巨大 经济 现在我们是世界经济总量排行第二 我们是那经济大国 我们是世界制造大国 我们是世界外贸大国 我们还是世界的 我们可以讲是外汇储备大国 所有这些表明什么 整个中国社会 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是 就是您把整个95周年 95年这个脉络分得很清晰 就是旧国 立国和新国 好 那么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的特别报道 那么再过一会儿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 就要在人民大会堂 大礼堂举行了 那么现在 礼堂内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刚强 刚强你好 施林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场的准备情况 还有今天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会有哪些人士与会 施林是这样 我们来看到呢 目前参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的与会人员呢 目前已经都陆续进场了 而且现场的准备工作 已经基本就绪 另外呢 我们央视呢 负责现场直播报道的团队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会儿将会为大家带来 现场直播 来报道大会的盛况 那么今天呢 出席大会的将有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还有呢 在京的党和国家 以及军队的领导同志 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同时还有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的代表 另外呢 还有一些老党员 老干部的代表 同时呢 还有即将接受表彰的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 另外呢 一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镜头当中 大家可能还会看到 一些外国专家 以及外国优秀科技人才的身影 可以说 今天的庆祝大会 是相当的隆重 那么对于今天大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呢 当然首先就是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将会发表重要的讲话 这也是我们全天关注的重点 另外呢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之前 将会表彰100位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00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300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那么我也可以把它统称为 叫做两优一先 那在这两优一先当中呢 我们要格外地提一下这个两优啊 在这200人当中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 已经93岁了 年龄最小的30岁 而在60岁这个年龄阶段以下的 有164人占到的比重是82%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是以中青年为主的 而在这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当中呢 有96人来自基层一线 在100名全国这个优秀党务工作者当中呢 有90人也是来自于基层一线 在进入大会堂这过程当中呢 我也遇到了很多来自基层一线的 这些获奖者 他们也在纷纷地在场内场外合影留念 那么我也碰到了一位来自中国中车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焊接工 他叫李万钧 李师傅 我也邀请李师傅来合了一张影 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能够和我们党员代表当中的优秀分子 来合一张影 也是具有纪念意义的 那么李师傅他也说了 应该说他在焊接这个工作上工作了三十多年 在基层一线的直接见证了中国高铁 从无到有 从追赶到超越的这个全部的历史过程 而且呢李师傅也说了 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同时也要带动周边的群众 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把每一天的产品都生产好 来为中国梦提诉 我想呢李师傅应该是众多 基层一线优秀共产党人的代表 那么他们的工作呢 也是赢得了党和国家 今天授予的荣誉 应该说是实至名归 那么大会呢 一会儿就将正式开始了 我们来共同期待 施林 好 非常感谢刚强 给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 谢谢 好 继续回到演播 是新明教授 刚才呢我们的记者刚强介绍了 今天上午 庆祝大会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在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之前 还要举行一个两由一先的 一个表彰活动 众多的优秀的党组织 党的代表 党员 他们会来参加接受表彰 可以说95年 其实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史 就是一段辉煌的一个历程 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分了一个段 就是旧国 立国和新国三个阶段 那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来评价 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这段28年 这第一个28年这个历史呢 应该是这第一个28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从年轻走现成熟 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胜利 让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么个很重要的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干的一件大事是革命 但是这个阶段我们取得的成果是什么 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那这是我们的实践 应该说叫实践成果 那么理论成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 建设事件结合起来之后 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辉越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28年 那么还有呢就是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8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 刚才您在划分段的时候 曾经划分到1977年 是吧 对 我们是从1949年到77年 对 到78年 到78年 对吧 这29年 这29年的历史您有如何评 这就是我们说叫立国阶段 就是这个国家建立起来 但是你能不能立得住 那么要靠经济发展 要靠制度建设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造 我们形成了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框架我们确立起来了 这个框架不仅确立起来了 而且我们还有坚持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更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强大的国防 所有这一切让我们中国社会走向了大国 您刚才也特别强调了 就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中国整体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 各方面的指标都名列前茅 那么这个巨大的成就 怎么能够取得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到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这95年来 应该说我们不仅是第三个阶段 整个95年来 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 应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总结 马上我们习近平总统组 还会进行更加深刻的经验的阐述 就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讲 我其实有一个看法 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95年的辉坊 来自何方 来自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 变与不变的这个关系 就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变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主义宗旨 这我们是坚决不能变 坚定不移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共产主义的追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一切我们95年来 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 而且就像我们习近平主书记 强调的 我们现在要永远不丢信仰 而且我们不忘初心 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 我们是从何而来 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我们的根本不能丢 我们在思想上不忘初心 在行动上 我们要回归原教旨 回归到我们的党章 按照我党章的要求 我先走 这叫95年来 一以贯之的不变 但是这95年来 我们中国共产党 又在理论 实践 包括战略上 不断地与时俱进 不断地创新发展 因为毕竟随着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变化 我们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的理论 实践 战略 也需要发生变化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共产党 不仅有马克思与中国化的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思想 我们还有马克思与中国化的随后的会议 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而且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中要讲话 又是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人 马克思与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所有这些我们理论在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实践也在创新 我们革命 建设 改革 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 到了一个复兴的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开始一个复兴的伟大事件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三个阶段 建国 立国 新国 那么应该说当我们中国成为大国之后 大国只是我们中国走向中华民族 有大复兴的一个斗号 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 我们要从大国走向强国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那么应该说我们说吧 我们这个世界也在不断地创新 为了这实践创新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也在创新 十八大以来 我们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的新布局 我们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说吧 我们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年来 我们变了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说吧 看到我们中国共产党都不变 把我们称之为叫教条派 或者有的人只是看到我们在变 就把我们给称为改良派 其实我们说吧 我们中国共产党 既不是什么教条派 也不是什么改良派 我们是实事求是派 就是我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实际我们不断地进行 我们政党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所以要辩证地看我们的变与不变 对 不变的是我们的主义宗旨 是我们的初心 对 我们为什么要出发 对 是不是 然后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地与时俱进 所以您刚才讲 我们不是什么教条派 也不是改良派 我们是实事求是派 那么接下来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战略的 总的方向 和未来的这种展望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说呢 我们只稍能做到这些 那个实事求是 说到底是什么 是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 和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 和自觉忠雄 我们这95年来 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 我们是不断地迎接 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一个又一个的苦难 但是大挑战 大危机 大苦难 注究了中国共产党的 大成功 大灰坊 大业绩 所以我们未来中国共产党 依然要在坚持 自觉忠雄 深入认识 中国共产党建设 和执政规律的基础之上 我们这么义无缓顾的 那个不忘初心 又与世拒静地往前走 带领中国社会 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条道路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 越来越清楚了 而且我们的希望 也是我说信心满满 对 您讲到了信心满满 那么西总书记 也曾经讲过 我们要有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和理论自信 我们接下来如何 在这个自信的基础上 更坚定地往前走 就是应该说呢 我们要有这道路理论制度 当然还包括文化自信 我们要有这四个自信 但这四个自信 不仅是我们应该有的 我倒更愿意讲句话说 这是我们中国社会 是我们中国共产 95年来 已经给我们中国社会 铸就的 用实践 用事实 铸就的四个自信的 是客观事实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要带领中国人民 认重我们发展的方线 坚定我们发展的目标 占占占好我们的立场 那么我们义无反顾 不给我们往前走 我们的目标是远大的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人民群众是期待的 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 自然也就是有力量的 您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们不光要建大国 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强国 那么在建立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中国人民 往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这个道路上走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应该说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我们越往前走 发展成就越大 其实我们越会发现了 面临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我们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过句话 我们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 世上发展起来之后 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 慢了要少得多 甚至还要多多 复杂得多 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展 可能只要保证 那个经济的量的 总量提升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那个人民群众 不仅要看我们发展的总量 还要看我们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我们不仅要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 我们还要实现共同互运 我们不仅要那个 实现一部分地区 先实现小康 我们还要整个中国的协调发展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 低端的为世界打工 我们还要通过创新发展 实现创新新国家 同时我们还要在更高层面上开放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社会的发展 经济领域 我们进入经济新常态 社会领域 我们到了更高的水平 政治领域 人民群众的权力 要求意识终演 这些方面都在不断地拓展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中国共产党 要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战略 更加我说那个深切的情怀 更加坚定的意志 带着我们中国社会往先走 在这个过程中间 过去可能一些好的办法 管用的办法 越来越不管用 甚至我们也不敢用 就像你说的变和不变 对吧 不管用了就得变 对 而且我们要大大方的变 大胆的变 不要固步自轰 不要小胡吉安 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能会遇到阻力 可能会遇到障碍 但是我们要义无环顾 任重的目标坚定不移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走过了95年的辉煌历程 那么在接下来的道路中 更重要的任务是 带领中国人民 全中国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除了刚才你讲到的四个自信 我们还有五大发展理念 这五大发展理念 如何指导我们去取得 更辉煌的成就 这就是我们说把中国的发展 上了一个新台阶之后 要求也发生变化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 那么这五大理念 是我们在新的发展环境下 一种新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不能让我们通过发展 让我们的人民群中 车保穿软了 可是突然发现了 没有干净的空气 没有干净的水 那么这样的发展它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不仅要发展 还要追求绿色的发展 也就是我们这五大发展理念 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的发展 会有一种新的形态 新的模式 来呈现为中国社会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 就是五大理念 将会引发中国四番发展全局的 一次深刻的变化 就是意味着 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是一种全新的 这种全新的模式 带来全新的成就 可以说四个全面的这种战略布局 全面改革开放 全面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改革开放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大 这四个关系 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应该说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它是一个目标跟战略举措 相互支撑 好 观众朋友 庆祝大会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把信号 就切到人民大会堂现场